雖然金管局鬆綁壓力測試舊市 但本港銀行上條最一位利率陰霾之下 私底樓價錄得四年來最長的跌浪 業表擔心之後越跌越多 要急速減價沽貨或選擇洩漁離場之外 正在等待上會的准業主擔心 銀行審批案揭會不會順利呢 畢竟過去幾年高位救入一手樓花的買家 短期內都要面對上會考驗 大規模撻定會不會成型背後主要跟准買家有沒有能力上會有關 沒有能力上會背後都因為資金不足 資金不足除了因為准業主 因為不同因素錯判供款能力之外 部分原因跟股值大幅滑落 股價不足導致買家要捧差價上會 在沒有能力捧差價之下唯有放棄交易 本港對上一次出現大規模撻定 已經數到2008年金融海嘯 當時銀行為求自保選擇下雨收借 透過大幅度加息去加重准買家的借錢成本 令買家資難而退 同時亦都大幅度調低物業估值 部分買家在跌市前簽訂了臨約 但上會前估值大幅回落 最終不能夠補差價而被迫撻定離場 翻查土地住宅署的資料 今年首三季一共錄得667宗取消交易的登記數字 大概佔總成交量1% 純粹看免數不算特別嚴重 不過都要留意 相關數字不足以完全反應實況 因為法賴是沒有硬性規定取消交易 必須登記上填土廳 今日的撻定潮會不會歷史重演 相信主要都是觀察一批上會新盤 因為第四季有幾個新盤和大盤都即將會上會 包括早前重推大零承接的黃竹坑站上蓋進環 南峰是康城站的LP10 梅德峰在啟德的Monaco和Coco Hills 都屬於在市往時高價開售 但跌市時入伙的新盤 取用見期買家需要面對上門問題 自然就會成為高危一族 值得觀察 對於取消交易一手樓和二手樓都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一般購買二手樓 當買賣雙方傾拓價錢後會簽署臨時買賣合約 當時會繳付樓價3至5的訂金 並在14日後前往律師樓簽署正式買賣合約 會補足樓價一成作為大訂 如果賣家在簽署正約前反悔就會被殺訂 以及需要賠償雙方的代理佣金 至於賣一手樓 受制於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 賣家簽訂臨時買賣合約 以及支付等同樓價5%的臨時訂金之後 就需要在5個工作天之內 與發展商簽訂買賣合約 並按支付條款是額外支付訂金 如果賣家未能夠履行上述責任 臨時買賣合約都即告終止 以支付的臨時訂金都會被沒收 無論交入一手樓還是二手樓都好 在簽署正式買賣合約後才選擇取消交易 因為買賣合約屬於必買必買 兩者的處理手法都會相同 如果買家購買二手樓 並在簽署正約後才取消交易 會被業主沒收訂金和賠償佣金之外 亦可能會被追收重售後的差價 至於買一手樓 如果簽署買賣合約後沒有完成交易 發展商都可以按照合約條款 沒收已經繳付了訂金 亦都要求買家賠償賣方 重售之後的差價和損失 只是所謂的追收差價究竟是怎樣 有沒有什麼期限呢 如果業主和發展商有追收差價的打算 他們就需要在合理時間內將這個物業出售 這是基於小心謹慎原則 他們需要減低原買家賠償差價的損失 至於追討的期限 受制於時效條例 業主或者發展商可以在六年期內 都可以有權去買家追討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就是這麼多 如果大家對影片內容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你 如果喜歡看我們這類影片 就記得訂閱我們胡說流氏在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鐺和最重要是CRS 下次出片你就不會錯過了 今天先談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 Yahoo Yahoo